今天晚上全球瞩目的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会不会推出第三次的量化宽松政策QE3 那么在国内据传央行上下目前是进入了备战的状态 那么总裁彭华南更是坐镇交易室紧盯国际会市的变化 因为在前两次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台币升值 热钱秃鹰大举进军台湾 逼得彭总裁不得不严正以待 就像热到不行的火山不断喷出岩浆 现在市场都在等待新一波QE3释放热钱的到来 美国联整会12号开始展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预计14号凌晨举行记者会到时候将宣布有没有QE3 如果真的实施台湾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汇率市场 因为第一次QE宣布后 造成台币一路升值超过10%重创国内出口业 所以当QE2实施后逼得央行总裁彭华南 请止上火线出手立抗热钱 彭总裁用柳数来抵挡汇市突应的袭击 重点总会QE1 QE2分别砸下1.75兆美元和6000亿美元 引发全球热钱乱串来看 第三次的汇率挑战也不小 柏林方面资产营建金融业在资金推升下 反而有机会受贿 QE这项措施有利也有弊 投资大师罗杰斯就批评 前两次QE都失败 QE3只会让Fed看起来更像个傻子 那究竟QE3热钱会不会来 就等Fed的技术会上减分小 东生产业新闻众后报导